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新衣开箱吧 先来开一个新买的Tiffany 中天的时候我就不怎么会去戴那种锁骨链的买 除非你穿那种伊兹林或者是大洛锁骨的 不然的话很难看到项链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条比较有存在感一点点的 你中天的时候能够直接穿在一些打底啊 或者是毛衣外面的钥匙项链 就是这条满钻的维多利亚项链 他们这个系列有很多很多个花纹 我选的是这个比较像雪花造型的 中间弧形再加上旁边的一些小尖尖碎钻 显得整个非常有质感 而且它不光是钥匙头的地方 连下面这些地方也全部都是钻 真的远看就是很奢华的感觉 这个你不要看它造型是比较偏奢华丽的 其实像我今天穿的这种灰色的大衣外套 完全都可以搭的 戴上以后它钥匙摆动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灵动 就是价格确实是让我有那么一点点肉痛 不过想了一下你住宝这个东西买完以后 你后面的五年十年都能带 愿意想想平均到每一天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接着就是最近买的一些新衣服了 买了一件这个灰色的围巾大衣 虽然我已经有很多外套大衣了 但是每年秋冬天要是不买个新的话 我始终觉得还没有开启我的秋冬天 这件就是很多明星啊博主都在po的 黑色灰色鸵色甚至是军绿色都有 我就觉得很久最后还是入手了这件深灰色的 它的袖口啊领口都有这种白色的锁边 显得就比较的随性自然一点点 衣服的材质也是这种很有光泽感的 显得质感特别好 整个衣服也是比较重 很有分量感的那种 穿在身上就会觉得特别暖和 围巾下面还有一些小栩栩的点缀 这件呢我就打算配我的一些中长款的靴子 到时候出门给你拍OTD吧 还有这件经典的条纹毛衣 是这个堆堆高领款 我买的是红白条纹的 上升以后会显得更加的活泼年轻一点 就这件的版型吧 其实还是比较偏宽松 有点oversize 所以我觉得是更适合单穿的 上升以后就有那种自然慵懒的feel 而且会显得整个人很瘦很薄 一秒只骗人的感觉 接下来呢是两套新买的针织套装 其实我外出工作见客户啊 或者是有时候见好朋友的时候 我穿的都是比较日常偏舒适的 所以我就特别爱买这一类型 会让我觉得很自在很放松的衣服 第一套就是一个燕麦色的开衫 我给他配了一个白色的针织裤 这件其实真的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设计 就是很简单干净 上升以后会显得人很精神干练的那种 今年本身就比较流行这种近奢老前锋嘛 尤其是这种坨色系的嘛 穿上以后就会显得人温温柔柔的 特有气质 第二件呢也是一个条纹款 我也是配了个同色系的长裤来穿 一套就是这种知识分子风 不过你们买这一类型的衣服 就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这种版型越简单的 你们就一定要去挑好质感的 材质好的纯阳绒的 你才能够穿出那种高级感 大家给你们看一件羽绒服 因为工作原因 其实我冬天还是会经常在外面拍照啊 录视频啥的 有时候礼仪穿的比较薄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在外面去套一件这种长款的羽绒服 我之前的那件是纯白的嘛 就特别不耐脏 所以今年我就去买了一个新的这件纯黑的 这款长度大概就是在我的膝盖以下吧 冬天城市里的日常防风防冷已经很够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大帽子 戴上后围着脖子特别暖 都不用围巾了 特别方便 我发现年纪越大 你真的会越来越考虑保暖的问题了 咱们爱美的同时呢 也要好好地注意身体哈 接下来再拆一个新买的ST的外套 这件是我前几个月去他们的秋冬预览的时候就看上了的 上面全部都是这种黑色的小猪猪亮片 所以你远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件外套特别闪 而且它是个短款嘛 长度大概就是在我的胯骨以上腰那个位置 所以你秋天穿它的时候也会显得整个人表有精神 这件我觉得特别适合去活动啊 宴会的时候穿 你里面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长裙啥的 外面就随便披一个他家的这种奢华小外套就特别俗篇了 再次感叹一下 他们家这一两年的衣服感觉真的开挂了一样了 见见都好看 最后这件呢就是一个比较偏公主一点点的真之开衫子 本身他们家的风格就是比较偏少女一点点的嘛 所以就会用很多蕾丝啊 小荷叶边啊去做设计 我这件就是一个baby blue的 上面的扣子也比较精致 用水钻做了一些雪花扣 毛衣上面也有一些小小的灵格纹 底部还有一个他们家的logo刺绣 上身以后就是比较活泼闲嫩 很像赵路斯平时会穿的那种风格 秋冬天的时候穿它在家里当一个家居服啥得也是ok的 好啦这些就是我全部的新衣开箱了 没有买很多但是每一件我觉得都是比较实穿的 又是比较经典耐看的一些款式 如果你们最近有看到什么新的呀 好看的衣服也欢迎你们返现的案例给我哦 下期再见拜拜